哈喽大家好 我是Jen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各位朋友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它是一个大众能量的排卡解读 所以它不会符合 每个人的现状跟细节 我会建议你听取 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 就可以了 那请记得 能量它是永恒持续在变动的 所以这些讯息 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 现在真的面对 或未来会预见的一些状况 在我的频道 我会建议你参考你的太阳 月亮 上升 经济之外 你也可以不需要局限任何的星座 或者是星盘的位置 你可以点选 特别有感觉标题 或其他的星座影片 顺从你的直觉 或跟随宇宙的指引 我相信在其他的影片 也会有适合你的讯息 等待着你去挖掘 那我的影片呢 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 什么时候看见 就是最适合的时间 非常欢迎你前后推敲 两到三个礼拜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 来到我的频道朋友们 那请注意啦 本频道呢 是非常讲究灵活 运用妈妈生给我们的大脑 意思就是说 等一下呢 在排卡解读的过程当中 这些相关状况原事物 事件感受形容词 要请你能够自行灵活运用 去做一个替换 因为我没有办法具系迷移 去形容到每一个人的状况 但我会尽可能地 去跟你说明举例 让你能够了解 这个能量场上面的呈现 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 会按照排阵跟排液 去解排的人 我是按照自己 对于能量场上面的感知 身为一个传讯者 去转化为文字 让你能够了解其中的内容 那现在呢 就让我们请进入到 今天的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哈喽双鱼座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娟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双鱼座的朋友们的 双中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我们一样呢 会有核心座的最新消息 提供给大家 作为生活小贴士的参考 好吧 OK 首先呢 双鱼座的朋友们 你这两个三周 虽然呢 我不知道你现在看到影片 你是在哪一个国家 或者是地区 但我感觉 你最近会特别喜欢 比较春天的颜色 好吧 OK 就是比如说 这种浅浅的蓝绿色啊 或者是这种 浅浅的这种橙黄色啊 我觉得你特别会为 这种颜色所吸引 那我会觉得呢 如果假设你的穿搭不适合呢 你也会想办法去找 比如说这个饰品啊 手精啊 水链啊等等 水链 水链手链啊 来做一个搭配 我会觉得 这几个比较轻盈的颜色 或许 你现在所处的这个国家 可能是在冬天 那这个颜色呢 反而会让你的心情 保持在一个蛮好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 比较春天的颜色 浅色啊 粉彩色都可以 好吧 OK 好 那第二个呢 我要给这个双鱼座的朋友们 开场讯息是 我感觉这两个三周呢 某些这个双鱼座的朋友们 你们可能会有人去做 这个有关于肠胃镜的 这个检查 不管是这种 那叫什么胃镜 吞下去的 或者是大肠镜啊 肠胃镜这些 检查呢 如果你最近有这个感觉 想要去做的话呢 我觉得呢 聆听自己的直觉 你是可以去做的 而且是一个蛮好的时机 OK 那某部分的人 你可能是因为原本就是 已经检查出 可能有什么样的状况 那需要做进一步的 这个 怎么讲 就是得到医生的建议 或者去做这些 比较深度的 这些 这些 我觉得必要的 医疗步骤的话 我觉得就听从医嘱吧 我觉得会对你 会蛮有帮助的 那在肠胃的部分呢 我也会建议你在这两到三周 要特别注意一下下 好吧 不要吃太过于 深冷的东西 或者是 我觉得可能 我感觉那能量场 比较有点像深冷的东西 就是你身体呢 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接受 OK 好 那第三个呢 要给这个双鱼座的朋友们 开场讯息是呢 我个人会感觉 最近双鱼座的朋友们 如果你是留长发的 不管你是男生或女生 你应该都很想要把头发绑起来 甚至呢 我会感觉你们某一些人呢 会开始去研究 怎么绑头发的造型 什么鲨鱼夹 什么 那种 比如说什么包包头啊 类似像这样 就最近你会开始看很多 那种跟发型有关的影片 然后你可能想要为自己 做一些造型 可能在穿搭上面呢 会更有这种时尚感 OK 我会觉得多研究一下 蛮不错的 所以你最近如果想要买什么 法饰啦 没有关系就给他买下去 OK 好 来允许购物 OK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准备进入到这一次 你的双鱼能量运势排卡解读啦 首先这两到三周 你的挑战排卡是这个女王牌 那这三组能量排卡 分别是过去 现在未来的能量场 在我手中 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事件是前 前壁四 OK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天使跟宇宙有什么样讯息 希望透过我来传递 给双鱼座的朋友们 好吗 好嘞 请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去感受你能量场上面的细节 OK 好 然后这边呢 有一个小道插播小消息 给双鱼座的朋友们 你们最近呢 用火要特别注意 你们有些人出门 会忘了关那个火炉 或者是呢 那个在用火的时候 要稍微小心一点点 好吗 提醒一下不会有什么大事 但是要特别注意检查一下 那像有一些 这个 双鱼座的朋友们 你们最近 可能煮饭或干嘛 很容易烤焦 所以那个火候要控制一下 好不好 OK 好来 请给我一点时间 稍等一下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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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人会感觉 双鱼座的朋友们 不知道你最近是不是有新的人选 或新的idea 或有一些你要去创造的事情 要去做 或者是巩固的一些事情 我感觉如果你目前有遇到这样的状况的话呢 这两到三周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呢 你如果想要看到一些结果 可能要稍微再等到后面一点点 我觉得才会来到一个 更加明显或明确的一个 我觉得可执行的计划 或者是一个状态 OK 甚至呢 我会觉得在后面 甚至会有人 你想要的这些资源可能会进来 有些人可能会来帮你 也不一定 好吧 我们一起来看看 来 首先呢 这个是你的挑战牌卡 这个是女王牌 我们把它放在现阶段的那样场 等一下一起来做一个说明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呢 你抽到的是这个力量牌卡 抽到的是Temperance 抽到的是钱币1 好 我个人觉得呢 这三张牌卡 在你过去的这个能量场呢 其实我个人会感觉 你好像周旋在一个 你可能很在乎或在乎 或想投入或想创造的 相关状况人事物当中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说实在的 我觉得你学到很多 也得到很多 甚至呢 我会感觉 你甚至对自己的自信 跟那种展现能力的这种姿态 都跟以往 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是那种 很 怎么讲呢 就是别人以前问你 你会说 我想一下怎么做 我再告诉你 但你现在会说 来吧 这个我来做 我知道怎么做 虽然那种很有自信 或很有那种姿态 很优雅 但是可以不吉不许 去迎接这些挑战 我感觉你的状况 有点像这样 但是呢 某部分的是个双鱼座的朋友们 其实呢 我觉得你私底下 忙得焦头烂了 你也不会展现出来 所以我会觉得 你会展现出这种 很优雅自信的姿态呢 让外在的人能够去看见 那我会觉得 你为什么会愿意去承担比较多 或学习比较多 或者是从中呢 愿意能够去展现比较多 那是因为我觉得 你成长得非常多 不管是内在 在外在 或能力 或实力都有的 OK 然后呢 某部分的这个双鱼座的朋友们 你甚至会很巧妙的发现 你连脾气都变好了 就是我会觉得说 你以前可能遇到 这个同事 给你捅个娄子 还要你去收拾 这个烂摊子 你可能都会觉得说 我的天啊 怎么教几百次 怎么都不会啊 怎么讲都讲不听 这个怎么那么难搞 我个人感觉你这两到三周 你应该会感觉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慢慢连脾气都收敛了 你甚至呢 会在人际关系上面 我觉得都有一个 蛮大幅度的一个要紧 甚至是沟通的能力 也都会变得蛮强的 会跟别 有点像别语王 跟以前不太一样 所以呢 来到限界階段 这个能量场呢 你抽到是权杖一 还有权杖三 然后还有这个是权杖四则 你有没有发现 你三张牌卡 在现阶段能量场 都是权杖 而且呢 你注意看 这个是权杖一 权杖一加三 等于权杖四 再加一等于权杖五 那权杖一加这个一 又是权杖二 三四五 OK 非常有趣的 所以我个人会感觉 在现阶段这个能量场呢 你比较有一点像是说 着重在 比如说我要怎么样 能够更加的去打好第七 我怎么样能够 让我现阶段交手 相关状况人数 能够有一个 比如说 更加有创意的解决方式 或者是找到你独特的特色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边你们在左手 在忙的一个东西 好像呢 要有一点 自己的特色 或者是有一点像是 或者是你牵涉的这个市场 是比较Niche的 就比较 我要怎么说呢 这怎么翻译呢 这是比较特殊的市场 好吧 或者是比较 就是大家都还没有人去做 所以你在做的东西 是属于比较创新的 或者是有一些人 你们是在做研发新品的 这个状态的过程当中呢 我个人会觉得 这个透过你过去的这些成长 就是已经提升优化的 这个部分 这是有点像软体 就是你内在的部分 外在的部分呢 我觉得也很好 那我甚至会感觉 某部分的双鱼座的朋友们 你们在这边 应该会迎来 有一小部分 现阶段还不错的 一些好消息 应该是会进来的 甚至呢 我会感觉 因为这个好消息 或者是因为你们 拥有了这些东西 之后呢 反而呢 也会迎来一些 不错的新的机会 所以呢 这个有点像是说 好吧 我拿着我的权杖 去垫定了我的基础 接下来呢 有很多机会 我要来做一个选择 紧接着做完选择之后 我可能又要跟对方 进行一个交流嘛 比如说约会啊 谈谈合作条件啊 然后搞搞 看投资啊 什么等等之类的 最终的会去创造 你的这个权杖式 也就象征的 就是奠定好 这个 你想要去打造的 这个基础 然后最终呢 因为这个过程当中 还是要磨合嘛 你跟别人约会 跟别人合作 选出这些机会 跟这些契机之后 你还是要能够去培养 或者是从中去 找出一个 就是你们能够 共同和谐 共存的一个方案啊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我觉得啊 这边虽然你的内装 就是你内在的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处理的蛮好了 来到这边呢 我觉得比较像是 有一个实质的 什么东西 已经开始在推动了 甚至是第二阶段的推动了 OK 然后呢 这也是为什么 你的挑战牌卡 是这个女王牌 就是在这个推动的过程当中啊 你从权杖 一二三四五 你还没有走到六哦 那走到六的意思就是说 又赢到下一个阶段的 这个成功 或别人会看见你的努力 或别人会看见 你新发表的这些 商品等等 或者是正式推出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这个就是要 你不断的去投入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你抽中了一个女王牌卡 你要不断的去滋养 不断的去灌溉 有这些东西之后 要创造这些事情呢 你还是要持续 不断投入你的动力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现阶段的这个能量场啊 全部都是权杖 要用这种 很有动力 很有热情 或者是要有实质的作为 才能够去成就这个东西 OK 所以这个状况呢 我个人是觉得 你不能偷懒 就不要停下来 OK 而且你可以注意看 你这牌卡 中间全部都是绿色的能量 就是告诉你 这个东西啊 应该是你蛮喜欢的 然后你也很渴望它达成的 或者是希望能够公诸于世的 那某部分的 这个很小众的这个 巨蟹座的朋友们 我个人会感觉 你们在这边 应该是有一些 小众的这个巨蟹座的朋友们 应该是游戏啊 但是可能还没有确定 就是一个到一个 很稳定的状态 OK 可能你怀孕了 你不知道 OK 这个可能就是在一个过程当中嘛 所以你可能 之后才会去转换这个身份 OK 这就是一个小道消息啊 那如果你是有计划中的 非常恭喜你啊 OK 好 那在未来这个状况呢 你抽到的是judgment 还有这个权杖女王 还有这个 宝剑骑士 OK 这三张牌卡呢 在你未来这个能量场呢 我个人会感觉哈 这边的行动呢 是创造这个 你想要去达成这个目标 或者是梦想 或者是这个合作的方案 OK 都没有问题 在未来这个状况呢 我告诉你哈 这边呢 就是有一个像是judgment 你看这边是有一个仙女的 OK好 仙女呢 好像掀开了这个布脸啊 洒下了很多小星星 这个时候你看 这边有三个人 我个人会感觉哈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你可能是一个新婚 然后可能会有一个小baby 这就是这个三个人成型呢 在未来呢 他才会实践 或者是呢 这个 比如说你呀 要跟对方合作啊 要发表啊 这三个东西哈 就是因为你去想嘛 你跟对方合作 你跟对方还有产品 这是三个人一线的 所以在未来这个状态呢 我个人会觉得到 未来这个能量场 才会揭露出来 甚至我会感觉哈 某部分的这个 这个双鱼座的朋友们哈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你不用太担心 因为为什么呢 我跟你看哈 这个妈妈 不是不是这个妈妈 这个女王啊 其实就是这个 你有没有发现 她们长得很像 长得很像之外呢 她们都在同一个地球上 原本呢 是在这边哈 她还在一个人孤零零的 坐在这个 这个叫什么星球 没关系 随便 就是在这个星球上 接下来呢 是这个星球啊 她已经幻化成真了 而是你呢 跟这个 就是这三个很重要的因素 你他或这个产品 或者是你跟另外一半 还有一个孩子哈 这个呢 呃 星球呢 就开始由你们来掌舵了 所以这个呢 呃 在培育的过程当中 它就是有点像是 呃 已经公诸于世了 这个你就把它想象 这个星球已经跑出来了 就有点像公诸于世了 这个产品正式上是发表了 这个孩子正式来到 我们的家庭当中了 或这个梦想正式来到 一个阶段了 好 类似像这样 或者是这个谈判 或这个条件 终于弹劾下来了 OK 好 接下来呢 你另外两张牌卡 分别是这个宝剑骑士 还有呢 这个是权杖女王 我个人会感觉 来到未来这个能量场 这些事情呢 说实在来 我觉得你这次 双中的内衣师朋友解读 能量蛮好的 有点羡慕 这个呢 权杖女王 你看呢 它是四肢权杖 坐在这边坐得牢牢的 而且你注意看 为什么会牢牢的 我会跟你讲 你的牌卡非常有趣的 你刚刚我给你看这个女生 对不对 就是这个女皇 然后看到这个女神 你注意看 这个星星又在后面又出现了 对吧 OK 我个人会感觉 在未来呢 你所投入的 这个交手相关 重控人事物事件 梦想或目标 我会觉得 它会朝向一个 就是 你不用太操心 然后你也不用太担心 它可以运转的 很顺利的 这个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能量场在里面 所以你可以稳稳的坐在这边 享受你的皇位之外 它也可以运转的 非常的顺利 而且你在里面 交手相关重控人事物 都很给力 OK 所以这个宝剑骑士 我甚至会认为 会有一个还不错的机会 或者是有一个还不错的人选 应该会冲进来 帮助你这个状况 能够再向上提升 所以在未来 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这个事件 就是这个权杖寺 就代表这些所有的东西 说实在来 都在你的掌控范围之中 所以我倒是觉得 你这两个神兽的 能量场有点太好了 太为人羡慕嫉妒了 OK 好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天使跟宇宙 有什么样的 这个宇宙验证牌卡 好 那要来给我们这个 雄鱼座的朋友们参考一下 好不好 OK 我刚刚这样讲 结果他没有讲 好 等一下再告诉你 我刚刚在想什么 好不好 OK 因为其实呢 刚刚我在把你这个 放下的时候 他们叫我跟你讲 你要跟他们讲 这个钱币4 跟这个钱币5 钱币1结合 钱币5的事情 我说哎呀不用啦 他们这个运势很好 就马上掉出来 钱币5 对不起 有些时候 我就是觉得 在帮你们传递 这些讯息 跟能量场上面的 这个转化的过程当中 我就觉得非常有趣的 有些时候 我甚至会得到一些 就是 我自己就是 你刚不说吧 你看现在验证牌卡 就出来了吧 好 来 我们一起来看看 那你如果呢 是这个就是 新来到我的频道的朋友们 我必须要跟你说明一下 就是 我是一个只读 正位牌卡的人 但这幅牌卡 比较特别一些 不管是什么样的 这个方向 我都会为你做一个解读 好不好 OK 来 在你的过去状况当中 你抽到的这个 是钱币5 那钱币5呢 它是把正位打45度角 OK 但它转正之后呢 就是钱币5正位 我刚刚好像在解释一个 让我口令 来 我给你看一下 为什么这个钱币5呢 它会打45度角呢 因为它准备要转下去 象征的意思说 你以前不足的 不够的 然后甚至别人看不起你的 或别人嫌弃你的 或者是别人觉得 你这边不够好的 我告诉你 这个东西啊 已经开始慢慢的 要被你转下来了 转下来的意思就是说 你会去做一个改变 你会做一个改革 你会做一个提升 所以这些东西呢 这些落点啊 已经不再是个事了 OK 所以这个呢 还在一个转动的过程当中 所以我才会在过去的 这个能量场告诉你 你会变得很好 你会有所提升 甚至你会成长很多 但是这个需要有一点时间 去做一个学习 所以来到你现阶段能量场呢 你抽到的是权杖式责 你有没有发现 又是权杖 我没有唬烂你的 你自己看 你所有在现阶段能量场 都是权杖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啊 刚刚我有跟你解排了嘛 权杖一 这个我们就这样讲吧 权杖一 权杖四则 权杖三 我刚刚有讲了 权杖一 加这个一 权杖二 权杖三 然后你再加这个上去 权杖四 权杖五 权杖六 但是我刚刚有跟你讲 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 它还在行动 所以它还没有来到 权杖六的一个 这个局势 我刚刚前面有说 你可以倒带回去看 所以接下来 这个很重要 就是为什么前面上一个 这一幅牌卡说 我就告诉你 你不要停下来 不可以偷懒 你要往前走 因为当你往前走之后 将这一张权杖四则 加进来说 我告诉你 就走到你要的权杖六 就是别人会看见你的改变 别人会看见你所发表的东西 别人会看见 哇 你真的很进步 你影响你的成功 做到一个更好的 更好的一番成绩 或者是来到一个更好的位置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常常告诉你们 宇宙验证牌卡 一定要来看 它有它的关键要素存在 那来到这个挑战牌卡的部分 是这个女王牌卡 你抽到的是打横的 你看又是权杖 没有糊米吧 又是一个权杖骑士 来 这个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培育的这个过程当中 在经历这些行动 要不断往前的过程当中 他们要我告诉你 为什么这是这个权杖骑士 在这里 却不是在这里呢 我如果不是权杖骑士 不是冲比较快吗 比较好吗 不是的 他们要我跟你讲 你之所以为什么叫你 一步一脚印 慢慢走是一个适者 他们有骑马的 但是在这边 为什么这个权杖骑士要打横的 象征的就是要告诉你 一步一脚印 慢慢来 你说你肚子里面 怀孕的这个小孩啊 不可能怀孕两个月 就生出来了吗 事实上说 那当然早产是一个例外 可是呢 他们为什么要告诉你 不要冲动骑着马 一直向前冲 那是因为 这个你现在正在交手的 相关状况 人事物事件 目标或目标 或你想成就的这些 他需要时间去酝酿 所以才会以这个 这个女皇牌卡 来作为一个象征 他需要时间 慢工粗细活 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所以在未来这个状况呢 你抽到的是这个圣碑二 那他是打45度角的 OK 这个圣碑二呢 是来到未来这个能量场之后 我刚刚有告诉你 这个圣碑二即将要这样子倒下来了 圣碑二倒下来 你不要太担心 不是说什么 那合作是不是就不好了 那是不是就是 这个状况就会被逆转 不是的 这个圣碑二是要告诉你 从接下来未来的开始 这个两个人 只有单独两个人状况 已经不存在了 这就是为什么 刚刚我会跟你讲 你们有一些人在这边 可能是已经有喜 或者是怀孕 你并不知道 意思就是 这不再是两人世界 他要被能够反转过来了 OK 那当然在孩子生出来之前 你跟你的先生 或你跟你的太太 还是两人世界嘛 所以他才会45度角 稍微微倾斜 但还没有到完全逆位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在未来这个状况当中呢 这个三人的这个状态 是一定会出现的 三个就是你 先生跟宝宝 类似像这样 或者是呢 比如说像你 跟合作厂商 跟产品 他会出现了 就不是只有在 你跟厂商 或你跟研发单位 这种两个人状况 这个新的产品 他就会被诞生出来啦 所以呢 我个人会感觉呢 在未来呢 你这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事件 是这个前壁4 然后这个权杖4是逆位的 OK 他们呢 要我提醒这个 凶鱼座的朋友们啊 在未来呢 所有的事情 都是在你的掌控当中 所以你不要害怕会失控 这张权杖4逆位的 就是你心里 还是会有点担心会失控 特别是你这个运气 好到有点不思逸 所以你就会没事找事做 没事找毛病 去找自己 就是怎么讲 我觉得小小的 这些催脑求疵的地方 这个部分呢 倒是是来提醒你的 这个权杖4逆 要告诉你 这是很稳步的 但你千万不要 自己把它颠倒了 然后去害怕 这个东西会失控 因为你这个前壁4的 这个牌卡是控制 OK 所以我个人会感觉 不要太担心 也不要做过多的设想 就有点像说 这个宝宝呢 就已经来到你生命里了 那你也知道 你接下来要做 这个生命的转换 这个权杖4呢 就是要告诉 你可能是新手妈妈 你可能很担心 啊宝宝这样会不会怎么样啊 那样会不会怎么样啊 事情会怎么样啊 未然我们生活是怎么样 你不要没事自己吓自己 这张权杖4 我会觉得 很像你自己吓自己 把你自己好不容易 打吓的这个基础 你会想要去推翻它 所以我觉得不要这么做 OK 好 最后呢 我们来看看天使跟宇宙 有没有什么 额外的补充讯息 要给我们这个 双鱼座的朋友们 好吗 他们说叫我抽三张 OK 好 刚好三张 来吧 这个呢 是宝剑二 这个呢 是力量牌卡 很好 来 这张牌卡呢 是圣杯二 你看 这个我就没什么好跟你解释 来 你的力量牌卡在这边 已经验证了 你的圣杯二在这边 重复验证了 你这个宝剑二呢 虽然没有出现 但是容武来跟你解释一下 来 我先从这两张 来告诉你 他们要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只要你愿意跟你交手的 这个相关状况 人事物事件 梦想或目标 你们愿意一起 或者是你呢 心细的这个目标也可以 就是你跟这个梦想 两个这个重要的因素 只要你们能够持续不断付出的努力 不断的去交流 或者是不断的去交换意见 或者是去从中找到一个共识 用你们的力量去成就它 他们说呢 叫我跟你讲一件事情 就算即使中间会有任何的障碍 你们都会共同拿出这个宝剑 去阻碍 就是这些 这个你可以注意看 这个月亮比较远一点点 这个宝剑离我们镜头比较近一点点 应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距离差 只要你们两个都可以愿意 共同去努力付出 或者是去 我觉得协调 或者是达到一个共识的话 你们两个是会拿出彼此的宝剑的 然后你注意看 你们发现 这个全部都是绿色 这个全部都是绿色的 只要你们两个愿意能够去共创未来的话 这些所有没有必要的这些想法 负担啊 或者是比如说这些情绪啊 我告诉你 没有人可以打破你们的 OK 所以呢 我个人会感觉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你不仅是自己整个人独立起来了 你还有能力去协助别人 甚至也让别人看见了你的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迎来这些新的机会 或者是来跟你交所这个相关状况人数吧 我觉得他们来到这个现阶段这个能量场 或者是你自己 或者是你跟你的梦想 或你想要达成的目标 我觉得 其实整个发展的状况是还蛮不错的 双宇座的朋友们 OK 把握这个好机会 因为你们知道嘛 人都会有运气 好运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紧紧的把他抓住 好吗 好啦 那以上这个呢 就是要给双宇座这一次的双周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希望可以有机会 能够告诉你几句话 然后让你呢 从中能够去做一些超前的部署 或者是能够去注意到哪些细节 要好好的先稍微做个笔记 把它抄下来一下 好不好OK 好啦 非常感谢双宇座的朋友们 也希望你会喜欢 以上就是今天的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我希望其中有一两句话能够帮助到你 这就是我最想要做到的事情 当然如果有符合你的故事 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我都会尽快去回复你们的讯息 那我是Jen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